欢迎收看5月20号的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我国今天新增8.5万人染疫 比前一天染疫人数下降 但对比指挥中心日前预估 520这一天确诊数会来到高峰 光是低推估就有10万人 有不小落差 指挥官陈时中分析 目前有16个县市新增的确诊数都下降 但还不敢说疫情是否已经到顶点 需要再多观察两天 更透露继65岁以上长者后 指挥中心将再扩大快筛扬 是同确诊对象 520台湾本土确诊数没迎来预期的高峰 没冲破10万大关 反而较前一天下降 新增8.5万人染疫 全台16个县市新增确诊数也同步减少 对比指挥中心日前推估 520会达到本土疫情高峰 而且单日低推估会破10万例 高推估会来到20万 有不小落差 难道是疫情高峰已过 是不是一个顶点的契机 我不敢说 就要再两天看来观察一下 本来预测都不是会只有锁定某一天 某一时都是一个区间 这个趋势在这一周看起来是蛮平稳的 防疫座位做得还不错的话 那其实这个疫情的趋势 还是有可能会被压平 那如果压得比较平的话 这个8万5可能也只是 稍稍下降的一个波动 所以是不是已经过了高峰 可能还要再观察 疫情是否已经到底还要再做观察 罗一军跟以PCR采检数分析 每天采检10到11万人来看 阳性率维持在68到69 65岁以上和三类快山羊 是从确诊的个案 大约有八九千件 但近期中南部疫情时有升温 会不会因应各地区的疫情变化 再做不同趋势研判 还要等到这个周末以后 才会比较清楚 不过未来快山羊是从确诊 已经确定会扩大实施 自办了这个65岁以上和三类人口之后 那整个行政流程顺畅之后 我们还会继续的来开放 传授指挥官城市中 有跟立委允诺下令加巴 偏山地区快山试剂 也将在一天到两天内 将偏山、原山和离岛地区居民 纳入快山羊 视同确诊的适用对象 接受民众必须大老远下山 到医院检查确认 降低黑暑 记者提供民生 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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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